歡迎收看堅亮點 我是生亮 為響應今年全城全城的主題 好市民獎展覽會 在各區的五間大型商場內巡迴舉行 而今次展覽中 亦有兩位昔日得獎者 在展覽上擔任義工 他們希望以身說法 令廣大市民都知道 成為好市民並不是難事 我是Rebecca 我是2021年的好市民獎得主 我當時是銀行的 有一個婆婆 收到一個刑務官員的電話 把他全身家的九百多萬 我們發現了他應該是受騙 當時他也不太覺得自己受騙 我們用了很多方法 找到警察 終於可以令到他自己知道 被受騙了 幸好那筆錢最多後保留了 做好市民之後 我覺得我想幫助多些人 我就由香港經理 轉了一個反罪案調查科 那邊銀行 多謝公共關係部 給我一個機會 宣傳這個防騙意識 用一個好市民的身份 希望幫助多些人 你好 我是物業管理 一個前線的保安員 每個人都叫我做年者 或者年媽 2021年 我在一年半年之內 我成功拯救了三名獨居長者 脫離了生命危險 今天我得到警察總部公共關係科 邀請我來這裡做一個推廣大事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榮幸 但我強調最好在全香港十八區多些去推廣 令到香港這個城市 每一個人都得到一個微笑 希望大家繼續合作並肩作戰 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 看到這個展覽 一群奇樂警訊的老友記 都說有一些感受 在這幾年 香港人都有很多不開心的事發生 大家都覺得香港人情好像薄如紙 國家打掃門傳說 自己都不理其他人 但經過我們推廣出來 這些好人好事 和陳文記帶給我們很多正能量 我們知道香港的人不是沒有人情味 他們都會守望相助 由於我們經常收到警方的防罪訊息 知道哪些有什麼罪案發生 我們老友記通常知道 知道了 聽到一些不耐力不平的電話 他都有一個提防的心理 定期都會和他做一些講座 和一些新的防片 都會解釋給他們一聽 大家都知道 現在防片的事情層出不窮 參加多些 例如我們奇樂警訊 很多時候 我們警區的同事 都會經常和他們宣揚一些滅罪 或者一些罪案 等他們自己一收到電話 他們說哪些應該去聽 哪些不應該去聽 他們都分別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遇到疑難 或者一些解決不到 或者這些 譬如突然之間有些防片的事情 分清不到是真的還是假 可以隨時去報警 這件事是最快捷的方法